沙凡市列治民居 验证兴建一座百份百可负担房屋 专门为长者而设 而这栋可负担房屋所在的位置前身是什么呢? 黄欣光和大家报导 位于Gary大道4200号甲6 Avenue这一道 正在兴建一栋七层高的可负担长者公寓 为低收入长者而设 这一道原本是一间殡仪馆 那个原先是虽然是一个殡仪馆 但其实已经丢空了很久 没有人在那里做运作 可想认知我们当然宁愿利用这个地带 让我们的老人家住 代表列治民区的市参事陈思敏表示 这栋长者公寓落成之后 将会有98个单位 包括开放式单位Studio 和一睡房单位 陈思敏表示明白华裔的禁忌 我自己在华法大 我住在殡仪馆旁 但是我想身为一个移民 我也知道在我们移民在三藩市 那么贵的地方要立足不容易 所以能够去转变 改变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可负担房屋 让我们的老人家在这里安住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 列治民区十几年以来 第一次兴建大型可负担房屋 选址是一个问题 除了这个地点之外 市府也计划在已经结业的 Alexandra 戏院改建为可负担房屋 这些地方不是现时的屋主 住屋或住客 能够重建一个 变成可负担房屋 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如果要拆了 要求租客或其他人迫迁 然后再重新见过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预计Gary 大道4200号 这栋长者公寓 今年年底落成 现在还未接受申请 但有兴趣申请的人士 可以联系陈斯文的办公室 电话是415-554-7410 26台记者 王恩光 报道